如果像这样子我就会知道说X等于多少?X等于1241了 那我就知道1241了 那我知道1241之后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自动填上去 那自动填上去呢 我前面好像有跟教各位就是用回圈嘛 那回圈其实可以慢慢把它变成一个常态性的 你慢慢就要知道哪一列到哪一列 要填资料 所以呢我们最后一列是12就是这个X嘛 那我们的头在哪里呢 头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我要在这边 第一个就是在A2的这个储存格 就是第二列 那我的到1241 所以呢我的回圈可以怎么跑呢 我的回圈就是for I等于多少呢 2到多少X EnterEnter Nice OK 好 那这样子它就会帮我在2到X X就是最后最后一列嘛 对不对 那这样就不用再做输入啊 我把刚刚那个范例 书上的范例是要我们input box 使用者要输入 可是这个地方不用 它会自动判断X到底是多少列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填资料 那填什么资料呢 填 填到哪里呢 Sales 前面我们做过蛮多的 Sales里面呢 那我必须填到哪一个Sales 那Sales跟Rage最大的差别 已经讲好几个范例 Sales呢 它会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你按瓜糊之后 它会跳出来 Raw Index 哪一列 所以呢 你要给它列 那如果说我今天给I列 I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 它就填 没错 就刚好在I列的地方 OK 逗点之后的话呢 哪一栏呢 那固定都在A栏 那你可以直接输入E 或者输入 那个双引号 A 两种方式都可以 看你习惯 那我有时候习惯用这种 因为为什么 因为用A栏的话 你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OK 然后呢 它的里面的值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 这个编号 那我要给编号 我可以给它什么呢 给它I 可是I是从多少呢 从2开始 所以必须怎么样呢 I要减1 这样子的话呢 跑出来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不过现在 其实那这一行就多余了 这一行就多余了 如果你觉得A2就不用 预先赋予给它值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这样跑 把旧的这个A2的值 delete掉 然后我直接这样跑的话呢 会有什么结果 当然呢 你可以直接按这个值行 不过我讲过了 你刚开始不要那么冲动 可以慢慢来 先按F8 F8呢 先看一下 取得X的词 X现在多少呢 是不是1 2 4 如果4的话 表示你这一行程式没写错 然后往下 往下之后呢 这一行 现在I等于多少 等于2嘛 对不对 输出 1出去的 对不对 再往下 2 3 4 5 6 7 一直按 那当然你要按1000多次 太累了 所以呢 你直接按一个什么 按一个值行